POP 抢先报 POP 会客室 你们现在总统候选人都是空的 什么东西啊 怎么会没有总统候选人啊 你们现在已经有两位了 一位杨志良 一位洪秀柱 柱柱姐 所以我们现在在现场 这个POP 会客室邀请到的 就是我们的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 立法院长洪秀柱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 对对对 哈喽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老是越来越有总统的样子 那个feel 我跟你讲我讲真的 那个feel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感觉上 如果不是您就是杨志良 我感觉上现在的氛围是这样子了 对不对 先问先问 为什么他会这样提 是因为今天上午的最新发展 因为立法院长王金平 王院长开了一个紧急的记者会 然后告诉大家说 因为我没有办法 努力不够 对让各自满足大家的期待 无法让大家充分相信 足以承担大任 对所以他要对支持者 郑重表示 要是歉意 这个听起来是应该是不参选了 可是可是可是又有很多人解读说 不选那可是也没有明白讲他不选啊 因为院长的圈子兜的蛮大的 所以所以您怎么解读 对 你也说过啊 其实这个院长因为每个人表达一个问题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 跟每个人的个性有关 那么院长他本来就是答话的一个方式就是比较圆的 他就不会说直接了当这个一刀切下去 所以他也特别说啊 我刚才也有问他 我说外面人们都说你说话好像有老婆在里面 有留一步 他到底是怎么啦 他在笑说 不表示也是怎么表示啊 要是怎么又说 又说清楚 就是说已经很清楚了 那么他特别强调就是说 他希望做一个团结的种子 他特别呼吁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然后也呼吁说这个朝野要和谐 那么而且认为说不要去伤了台湾的这个软实力 他说我们这个台湾人选举是一时不能为了取胜 伤害我们的软实力 所以永续发展是朝野政党必须共同承担的责任 所以他在写得很清楚了 国家只有一个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我觉得他在这里面已经表达了意念 我觉得倒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敬佩 所以我们也期盼说 当然我个人觉得说 这台湾上被大家点名 这些人都没有出来参加初选 是有点遗憾了 那不过既然做了这样一个选择的话 我们当然很尊重 而且也很佩服他的这篇声明 因为我们也希望说 他真的这个能够来 做一颗国民党团结的种子 把大家团结起来 那么当然我在私心底下最好 我的选举他能够帮我的忙 对不对啊 你去拜托他 他一定会帮你的嘛 我在想 我在想应该是如此吧 所以我特别去说 这样就不必要怎样了 你现在也没要算了 那应该 他有承诺 他当然我不好意思在人家这个时候啊 心里一定是情绪非常的复杂 然后你就马上上走 说你没你拜托哦 好像我兴高采烈 那个这个给人家 在这种心情之下是不好的啦 是不好的啦 所以您认为说 他这篇声明其实已经讲得很明白很清楚 就是他不会参选 那但是又 是不是也留有一种空间 因为现在国民党 是不是初选 就能够决定出来总统候选人 好像有人认为说 最后如果您跟杨志良两位都没有 超过百分之三十的这个民调支持度的话 那因为防砖条款的规定 所以可能就会用征召的 如果啦 如果到时候真的是这种状况的话 您觉得 因为国民党的这个党章里头写的是 得征召而不是因征召 所以您会认为是 好吧那你们就走征召这条路吧 还是您会认为说不行 那我们要再一次再拼 再民调一下 对 根本没有征召两个字 没有从头到尾都没看到 所谓征召两个字 副主席又很详细的去查了 是没有征召两个字 当然他有特别的这个说明 如果说这个一个人 两个人出来比的话 那么民调如果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 就在党员部分没有超过百分之三十 民调部分没超过百分之三十 加起来都没超过百分之三十 两个人都没超过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的规范是说两个先协调 那么协调若不成的话呢 就经过三周以后啊 再来一次民调 再来做进行这样一次的这个这个民调的一个 一个结果看是如何 那个时候就是多者胜出 就没有什么三十这种东西了 没有这个就是我赢你 我就是胜出了啊 那么当然他其他就是说 有保留一个比较让人家质疑的 就是比较不是质疑啊 是比较让人家想不透的地方啊 就是他若一个人选的时候啊 一个人选的时候 他可以看各种的浮选的状况 实际状况 他得这个提名的这个小组 应该叫提名的小组 他可以另外有其他的这个 好像人选的一个考量 不过你这个这个民调 他也没说清楚啊 是一般什么什么 这个文传会传出来 叫什么对比式民调 对比式民调跟这个 其他的民调就不一样的咯 是不一样的一个计算方式 对跟计算方式不一样 而且你所谓的未表态的人数 是不是也算在分母里面 这个也不一样咯 所以这个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党中央 这个承办单位啊 应该非常说清楚的 我人家认为 你这是不是有操作的空间呢 这是不太好的了 选举时候让大家清清楚楚的 这个高高兴兴的 觉得真的是公平公开的一个选举 我觉得选举方式简单一点 对不对 多让人表态就这点去比嘛 比完了看谁谁比较强就出来嘛 所以换句话说 您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到时候真的 第一个是说 这个30%是怎么定义的 您认为党中央还需要再讲清楚 没错 第二个是说 好假设到时候 你们符合党中央的这个定义 然后真的都没有超过党中央 心目中认为的 这个30%的这样的规定的话 那你还是认为 还是应该你跟杨志兰两个 再互相比 也是啊 他这个办法里面就写的 就是这个样子啊 规定是这个样子啊 那么他这个 所谓的其他的作业要点 否则他如果 另外想别的花样 他的作业要点 跟原来那个提名的这个办法 就有出入了嘛 就等于我们说 就违反这个母法了嘛 怎么会跑出 跑出这样的一个规范来 这个总而言之啊 是不太好的 不太好的一个现象 所以你坚决反对征召 这不是我反不反对征召 是什么地方就征召嘛 你就一定要讲清楚啊 是你那少数那几个提名的委员是谁呀 他是今天我没带来 这个造句就是看整个一个情势评估 这个有点自由心证啊 有点自由心证 这个我觉得难以服众了 对啊 因为我觉得 你后面留这么大的空间 那你等于的话 那个老师都把牌忙一场 因为你们这样转来转去 你们两个到最后 可能就直出来这样虚晃一招 然后别人 尤其是如果说 我在出钱我可能没有把握 说不定等征召 说不定征召可以征召到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缝太大 对 还需要我是好几万个联署的党员人数 对不对 我曾经说缝这些党员 党员这个要我出来来来参选 那么你如果说党中央要 如果说会这样做的话 当然我不相信了 那么我们如何对这几万个支持的 这个党员交代 这个不好啊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要继续跟这个朱朱姐 聊一聊关于总统大选的种种问题 对 等一下我们也还希望能够聊一下 立法院里头今天这个长照法 其实很多人都很关心 对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进展 或者可能的解套办法 我们要跟现场跟这个副院长陈琴 哈哈哈哈 来 这个祝祝姐 嗯 就听一首陶静怡的姐姐妹妹站起来 哈喽时间是中午的12点32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九一七在一起 POP Radio的POP抢先报节目 我是汪庸和 我是郑诗诚 在现场是立法院副院长洪秀珠 因为他是国民党现在最强的参选人 不过我们要公器试用一下 我们要现场陈琴 你知道吗 是 我们刚刚讲的长照法 对 哎 副院长是 嗯 基本上是安装了 是安装了 为什么 这样子一直卡在那边 快干交涼了 为什么老是过不了 对啊 今天我们在国事论坛的时候 有位委员叫江慧珍 我们国事论坛就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 那么江慧珍委员在长照法部分 他是魏环的委员 召集人 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气愤 他前一阵子不是也是泪傻 对 他就快气疯掉了 那么为了这个事情 他费了好多的心思 那确切实实我们也 今天我又碰到了这个财政部长 我特别问他 本来他们在协商嘛 协商 因为今天就在协商长照法 看看下午 我们就准备要进行 这二三读的一个过程 对 让他完成立法 对完成立法 那么前面就卡在一个 所谓的裁员的问题 不过部长讲说 这个裁员应该在这个 长照保险法里面 才踩到这个问题 那么你非要在恒生里面 就弄出一个在这个 长照法里面加了这一项 什么又要这个税 这个加税啦 用什么增什么税啦 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 税制是应该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做法 不是在这边随便加一条 税制到税就很姿势体大 对就姿势体大 更何况行政院长早就保证说 政府会一定对于这个长照方面的资金 会这个尽量达到一定的这个比例 让大家能够很顺利的这个推展推实行 那么你今天就为了讲究不好听的话 是不是就是不愿意在选前让国民党有这个政绩吧 可是你知道这样害死多少老百姓啊 是不是很多人等长照法一等等了多少年 但是事实上都已经要过了 就你恒生里又加了这么一条 可是傅院长我想请教一下 所以你认为现在长照法卡在那边都是民进党的问题吗 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是因为国民党是立法院的多数啊 其实你要讲的话又说又说长了 但是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说 你若不在大家好好协商 大家各党都有共识的状况之下 那么二三读很容易就过了 如果说你为了这个 因为本来那个官整理这个版本就不容易了 然后你到处来一条条要在院货里面 在这个讨论在表决在什么 如果他在搞三条表决 又是六条 又搞死人在反复表决 然后一直发言冗长 一直不断的用这种意识杯葛 你只要去看看这两天台联党那三个人 提了那两三百个那个变更议程 就整死你了 你反复表决 我们说好你来反复表决 一整天都那么不晚 你完全就空转 所以有的时候的协商啊也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的啦 你说必要之恶也好是不得已的 那么但是大家都已经有共识了 其实长照法已经有共识 就恒生里就突然一个委员提案 就要多了这么一个税的问题 就卡在那里啊 然后又说要两个法一起走才可以 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而且副院长怕戒期不连续啊 去年去年现在送院 到时候这届委员这个任期结束了 这个长照法就就归零了 没有了 没有错 那不是就太明白的表示说 你就认为说现在过 那就属于国民党的政绩 所以他就不愿意看到你这样 可是这害死老百姓啊 所以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 需要现在就是需要民进党 是我们觉得那个蔡英文主席啊 你看到这个情形啊 你到底是不是 你要不要下个命令表个态啊 表态要求一下你这党团的成员嘛 你认为这个案子如果很重要的话 你党团成员在立法院的表现 难道你一句话都不说吗 那你怎么做一个领导人呢 不长照法是真的真的很重要 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选举本身上头来讲 所以现在就是您跟杨志良两位 有了还有一个领表 桃园有一个领表 对对对 不过他连速可能都有问题了 比较困难 对 在这个部分您跟杨志良的互动多吗 其实这个杨志良当然我们大家都 就以前他在做卫生署长的时候 当然就是这个委员跟部会之间会有互动嘛 可是他这个离开之后啊 就我有碰到一些问题跟他请教的时候 我也打电话啊 那么基本上我们平常私下倒没有太多的往来 嗯 所以现在也不太方便这个太密集 对对现在也好像在一起多讲两句话 这个叫头接耳一下又又又又跑出各种的留言 对说因为之前就说你们两个是被瞧出来 是怎样怎样 所以怎么演戏什么的 对对 我们两个在演戏 对对 就说我选的是假的 哈哈 现在大概说我选假的人越来越少 对 谁谁还敢说 不你们选假那国民党就刚刚那个笑话就被 那候选就空的了 是啊 那还得了啊 对我是实心的 哈哈哈哈 今天王院长发这个声明之后也有人认为说 哎院长会不会好就算如您所说的 他其实真的就是铁了心不选总统了 那可是会不会是聚在党主席呢 我觉得这也是揣测了哈 我觉得我们社会有太多的这种揣测 我基本上我不认为说这些大人们啊 真的有有这么多的心机啊 或者有一种各种的那种动机论阴谋论呢 我个人是不以为然了哈 不以为然 而且说实话这个党机器要去领导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可能有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党机器说要来去去这个承担这个责任啊 恐怕也觉得很头痛啊 也并不见得一定是很乐于去领导啊 那所以您觉得现在朱主席的这个领导风格 这个这个朱主席当然他是这个我们说比较属于新生代出来 这个担任这个党的党主席 大家都对他寄厚望 而且他自己本身也应该有相当的理想跟抱负 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要找回创党的精神 而且对于党的这个党中央的这个组织也做了相当大的一个变 这个变化啊包括是包括智库啊 通通都有些新的人士的更替 我相信他一定是想要做好的 当然唯一唯一的就是可能让外界 尤其我们现在今天这个院长做了这个声明以后啊 内部有很多的委员啊 都就对这个主席就有点违词了 认为说你对于这个整个的布局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立法委员要提名了吗 在提名当中 那么我们当然知道你有任何你想要哪一个人出来做院长副院长 并不是你想要就有的啊 那因为你将来等到还知道你是不是国会的多数啊 你将来是不是能够选出来都是问题 所以你这把心中应该有一套一个谱啊 我应该怎么样来布这个局啊 那么让人家可以感受得到啊 那么所以大家就有点有点说为什么好像都看不到 就是说一切按照制度走有个委员嘛 我们林立方委员就讲了 你光是按照制度走 嗯一句话就全部了结了啊 那这个制度呢又发现说你这个制度上面又让人家有某些不同的这种揣测啊 他那这样好像这个主席应该应该来做一个更清楚的啊 一个一个做法 对 这样才好 所以哎 我我我我现在但是我相信呢 相信他应该既然如果你决定做总教练的话 就尤其把这个初选呢 打得漂漂亮亮 替真的替国民党啊 这个让大家看是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规范啊 一个一个民主的典范啊 那是很很好的一件事情啊 对而且我觉得用何最重要的是 我现在对那四个字非常感冒 嗯什么叫防砖条款啊 哈哈哈哈 这根本是媒体自己去想的 没有错没有错 从来没有正式的四个字 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比较好像简单易懂的方式来让人使用 什么态度啊 哈哈哈哈 对把这个人分成你是砖头啊 你是玉啊 他是玉啊 对啊 其实只要能够再出现出现 他就是 就是玉啊 他还是翡翠了 对啊 就是个角色啊 就是个角色 好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回来 12点44分 欢迎回到九一期再起 POP Radio台北流行广播电台 POP抢先报 我是张师长 我是汪永和 在现场接受访问是立法院副院长 洪秀柱洪副院长 嗯 分长要来谈一下 这个杨志良前一阵子有传出来说 嗯 虽然他否认说是朱主席自己跟他讲了 他特别讲说是党政高层而已了 那但是外界都认为说 嗯 因为又提到说买他的书啊 觉得他的这个分配正义 就台湾的理念很好啊 等等的 然后就传出来说 好像也许是党政高层 也许是朱主席就跟他讲说 哎 要他坚持 要加油 嗯 那 这样的 好像没有对您 您 又有什么样的 对 其实其实我一点都不在意啊 嗯 当然后来其实这个杨志良对外认为是 是朱主席打电话给他 跟他加油 那么我觉得可能朱主席 人家说都没跟每个人都讲过话 那事实上他可能认为上次在复联会的 那个庆生的就是这个场合里面 他也跟我谈到了 提到这个跟我等于说打了招呼了嘛 因为他可能没有其他的场合 刚好碰到杨志良 所以他只好特别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打电话给他 那喊说好好加油 我觉得这个就是也是很正常的啦 当然一个主席对于候选人都希望加油 他怎么不能说叫你们不要加油 没有错啊 你看有很多人我说这个马主席 就马前主席马总统看到我 就看到你的时候有什么表示 有没有叫你做 有没有跟你讲说加油啊 哎呀我说那他就更谨慎了 你看他随便讲句话马上给大家做文章 所以我就开玩笑他都没提到吗 因为有时候礼拜一服务院党的开会的时候会碰到 我说有啊他有跟我说话他说吗 我说他说哎 这个你气色很好啊 你也不知道他 他不知道该跟你说些什么嘛 所以也是让这些政治人物真的非常为难 对啊有时候他会 我像马总统也在意说人家对他跟某些人的他一些传言说 比如说他碰到会怎么样怎么样 他也他也觉得很烦吧对不对 对那万一他跟我说声加油 我出去跟他大事宣传说说 总统说跟我加油 不是媒体又又各自去解读 对啊各自解读 对啊就真的是这样子 对啊 如果刚刚您有提到就是说您认为说 就是应该按照这个国民党一向的规定 然后如果这个初选没有过三十 第一个要先把这个所谓百分之三十如何规定的这个定义弄清楚 第二个就是说 最重要的分母在哪里 对 第二个就是说好如果真的都没有过三十的话 协调 您认为说还是协调之后 然后应该还要再来再比 对有两个人嘛 比出个比出个胜负为止 那但是万一万一 国民党中央真的认为说他要走争招这条路的话 那您可以 如果他真的这样走的话 那您会怎么办 我觉得当然如果说今天他恒了心 一定要走这样子 也不管你三七二十一也跟你不跟你说清楚讲明白 也不给大家一个充分的理由 我觉得国民党目前为止尤其是朱主席他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因为这样的话这个难度悠悠之口 更何况是这个社会的反弹的力量社会的观感 是马上就影响到2016的总统大选跟立委的选举 搞不好整个国民党就垮了 我这个责任没有人担得起的 我也不认为朱主席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认为 我认为 我认为程序正义很重要 对不对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 就是在所谓一般的民调认为你不错 你在初选里面不参加 然后最后变成用征召的方式 那我就觉得像这个洪副院长或像杨智良觉得说 我直接用这个 我感觉我被耍 所以我用 等于是用合法的方式去征召别人 然后我们两个参与的这个可能 根本就不会赢的游戏 这样我认为感觉会 至少有些人感觉非常糟 所以我一再强调 我不认为 党中央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绝对不认为 我更不认为 朱主席面对这样的一个局势 他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不认为 而且这以后在选战里面很容易被攻击 如果这样的结果出来 对 但是就是说 不可否认 有一些的 像比如说以立法院来讲好了 我们就会听到说 有挺王派的立委 有挺朱派的立委 有这样的一个分别 还有挺无的 可是好像比较少听到说挺红的立委 然后包括上一次您曾经到南部去的时候 他们有做一个牌子 说欢迎您 就是背面 好像是什么配 对 所以碰到这种状况 你自己会不会 其实我觉得人有时候 你要自己设定目标的时候 有时候神经不要太细致 有神经大条一点 有的不管你怎么说 我没看到 我没听到 我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 你不要被外界干扰 所以我常说 我说我这一次参加这个初选 有点像 你们大家都看过 唐三藏西方取经的这个故事 你知道沿路是要碰到很多妖魔鬼怪 要碰到很多什么流沙河 火岩山 蜘蛛洞 蜘蛛洞 各种的考验都来 那可是你要心意已定 你看唐三藏 始终坚定这个意志 就要向西方一定要取到金 就你要取到那个几百步的金书回到中原 那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的 那当然中间还有很多人来帮忙 那个孙悟空的帮忙 那么也要感化猪八戒这类的人 觉得我们在作为可能有类似的这些人 我们要感化 要他感动 让他愿意来帮我们忙 那么你说委员同仁好像没有讲到挺红的 其实也未必尽然 那我都不好意思说 那么大家心里是有 是有很多委员是支持我了 可是我相信因为有些委员 他总觉得说 那如果说是你的话 对我们有没有帮助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建立这个 这个我们自己党籍委员的信心 要对我有信心 所以我特别强调 在我上次讲辅选策略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强调 这验行策略的道理 而且我说一切以立委为优先 我们不拿这个党部的竞选经费 你说的经费经费全部都优先 全力都是给这个立法委员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去想办法 你说如果你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的话 那你一毛钱都不拿国民党的 不拿国民党的钱 不拿国民党的钱 你自己募款 我自己去募款 我也不去接受那种非常 就是说莫名其妙的这种捐献 我也不会主动去跟财团 你所谓莫名其妙的捐献指的是 就是不去跟财团 大比大比的 财团不是钱权挂钩吗 我们也不会主动 事实上我平常讲 这些大企业我不认识几个人 不好意思讲 你不会主动会弱人家 那就看什么人 而且看什么样的方式 我觉得这都是 然后我们希望小额捐款 按照政治现金法来 我觉得这对我来讲 也是像到西域去西方取境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也不知道一个总统选举要花多少钱 因为我突然想到 因为我老师这个洪福远 这个奇人意识 因为以前我们就让他家去玩 那他家以前楼上有个外面有个阳台 然后我们把他出去玩 后来有一天呢 他说不要去 为什么 他上面住了个人 没地方住 在他家楼顶搭了个帐篷 对 对 他就这样子 你说 因为他家也没有多余的空间 对 你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就说没关系 我能帮 我见我的能力能够帮你 对 我时候觉得说 哇 我们这个殉导主人还真是特别啊 那个长辈 有时候他来 我说常常塞一点钱给他 因为他也是买蛮辛苦的 他现在都过世了 对 你就说 你就知道说 一般人能帮的就是我给你一些经济援助干嘛 不会说让他住到家 因为他家也没有什么空间 对 没有空间 然后让他住在他家楼上的 就是他有一个吃生吃什么 对 一个空间 一个空间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老师 那你现在如果说洪福院长 你现在如果说要小额募款的话 你觉得说你心里没有这个朴素 如果真的投入这个选战 这样的一个花费小额募款可以完全承担吗 我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也必须承认 我觉得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不清楚说 每一个总统候选人 他们到底真的花了是多少钱 这个光是看账面上 就四亿五亿七亿八亿十亿的通通都有嘛 那个 那到底实际上是多少钱 我们不清楚啊 但是我们现在呼吁 我是很天真的想 假如说我有 我会有这个 这个 几百个人 几百人 每个人捐我 那么两百五百的 哎呦 这个钱可不少了 那你他只要捐我一点钱 就表示他那张票是我的 是 对不对 他不让他那张票是我的 而且呢他会 周边的亲戚朋友的票也都会是我的 嗯 所以我们更希望是这些 这些 巨沙成塔 那您会不会觉得说 可能 南部 会是您比较弱的一个区域 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啊 可是 我们这个 我们说如果党内团结的话 比如说今天的王院长不选了 我一定会去拜托王院长啊 对 是不是你要来帮我忙啊 你要做团结的种子啊 嗯 那么是不是这个 南部 也要多帮帮忙啦 是不是 而且党内的一些 一些各方都有影响力的 这些 呃大佬也好 朋友也好啊 嗯 那个 我觉得都是就是要 重置成成嘛 嗯 嗯 您刚提到说像 如果您真的能够代表国民党参选的话 一毛钱都不拿国民党的补助 嗯 除了这个之外 有没有哪一些是以往行之有年的一个 大家都这样做的一个做法 可是在您眼中您会觉得说 嗯不要我从我这个做法 我就是要一个创新 我要有一个不同的做法 还有没有哪一些 我觉得就是我 我刚才特别强调就是说 今天我们选举不是要得到什么 不是要拿什么 嗯 是要给 嗯 所以我说有个4G的策略 要给 那4个G是什么 都GIF嘛 给嘛 就给人家信心给人家希望 给人家欢喜 给人家方便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 给人家信心希望 就是验行策略 今天如果说今天 我不是说今天 那个验就是大验的 大验 你看那个验行 验行千里 那个验 这个很了不起 那验是很团结的 所以它的飞行的速度更远的会更远 嗯 而且它互相照顾的 嗯 你看你如果去研究这个验啊 如果其中有个人受伤或干嘛 那领头的受伤 马上就有验子可以补啊 对 谁受伤他马上有人会照顾 不是有人有验子照顾 等他恢复正常以后 再一起再往前飞 再寻找他原来的伙伴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团结 要团结集体抗风 嗯 就是这个风来 尤其逆风的时候 这个是很辛苦的 嗯 所以要验行 嗯 所以这个 因为我们的选举是很艰困啊 嗯 这绝对不是母鸡小鸡到处找到 到处都可以找到东西吃啊 嗯 那可能是我们的 艰困的一个做法 所以不是母鸡跟小鸡的关系 对对对 是验 验行 一个这个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 看来老师距离带头验的这个 这个位子不远了 哈哈哈 谢谢 好 我们特别谢谢这个立法院副院长 洪秀柱 洪秀柱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专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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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